首先的话的答案第一个 这个VBA我是输出到M这一栏 OK 所以呢 forI等于第四列到第十三列 这个回圈范围先定出来 第二个逻辑的话是以这个为主 就是最栏的什么呢 这里面的百分 不过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这个百分比这个person 这个符号呢是保留字 所以不能够直接写成这样子 百分之 比如说百分之五 你必须要把它转成什么 0.05 OK 不能用person 因为person的话呢 他有别的用途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呢 person可能要改一下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地方 真正用百分比 第一个按一下之后 自动帮我把它输出 拿一个清除 另外再把它改成过胖过瘦 这刚刚的逻辑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是先怎么样 一样 跟前面写的方法 for i 等于4到13 nest 这个都写过了 那if什么呢 特别注意 我们有两个标 两个逻辑 那特别注意 在VBA如果说 假如说我们前面的写法是 写一个 然后then 那如果说你中间有两个的话 像连击 比如说 大于 百分之五 那就0.05 或者是 小于 负的 百分之五的话 那中间加个偶尔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还有 第二个的话 比如说 后面可能 还有第二个 你就再加一个 第二个偶尔 比如说一般的写法是 假设 还有一个偶尔 你就是在 第三个逻辑 还有在第四逻辑 再 还有 反正你就可以一直往下加 就可以了 OK 那这边只有两个 那如果这个逻辑 的其中一个发生 那就跑这一个 反之就跑这一个 OK 但逻辑跟前面 其实我想差异性不大 所以你就可以 把他一个一个 让他去跑 那如果第1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暗尼部8好了 第1个是27.6 那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边的话 那我们就是直接跑第1个 然后他有没有 他这个地方 有那就跑不标准 所以输出不标准 那再来的话 有没有 有还是输出不标准 那这边也不标准 OK 那这个 一些类推 那全部跑完 这个写法跟前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加一个 偶尔的这部分而已 另外的话 再来就是 清除 我想 直接 跑个回圈吧 把里面的资料 丢空置串 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最后 还有过胖 过瘦的问题 过胖过瘦刚刚不是改那个 不标准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改的话 基本上 第1个 复制 贴到底下 名称改成过胖过瘦 第2的话就改这里 本来是 本来是这样 本来是这个 那改的方法是这样 一样 其实刚刚是在 Excel里面呢 加了一个什么呢 加了一个那个 再加一个一幅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怎么加一个一幅 不标准 那在 逻辑上 应该最好是自己动手 想过一遍 因为其实每次我打我最熟 因为每次上课 我都很熟 但是同学 都不熟 因为都没有自己打 所以 回去的话 试一遍嘛 那怎么逻辑呢 其实一幅 什么呢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上面有的话 就直接拿上面来 来call就好了 所以其实 这个 拖拉下来 按Ctrl鍵嘛 把这偶拿掉 如果怎么样呢 他大于5%的话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 过 瘦嘛 反之就过胖 反之 所以你这边这边就 and 两下 and if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一定会先把if 条件 then else and if先打完 然后呢 再打这个 这个的话是 过瘦 所以应该这个逻辑都通了 只是说你要把这个 全部打过一遍 然后能够执行 正确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就是 有学会 所以回去 如果你真的没有动手的同学 强烈建议一定要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这个东西学好 那 一定要 有没有 写完了 一定要回去自己动手做 真的 比你想象中还要简单 前提是你有打 就是你都已经清楚了 然后你打过一遍 也不用急躁 这个要把诚事学好 绝对 不能够急躁 一定要静下心来 这个其实 甚至有 能够 如果最好能够达到那个 这个禅定的境界的话 那更好 没有 这 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把诚事学好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 做一件事情 没有 可以先试着吃素 但是 这也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我真的就吃素 我真的吃素 为什么 到底胖 这好问题 我也希望 因为我连吃菜都可以吃 不然你可以看那个 草食性动物牛也很胖啊 对 是不是 大象也很胖嘛 是不是 反而 就是因为 感觉应该吃不胖 所以反而吃的 太多了 而且家里的伙食都拌太好了 你就会 觉得 OK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讲到这 吃素 吃素 那当然 不过过了中年之后 难免 一定还是 淀粉 甜 这个 没办法 比较不容易代谢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 加一个这个逻辑进来 当然未来 如果你还要再加逻辑 就是 再继续加 再继续加 OK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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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